從頂性案傷人的良心 失蹤的阿嬤奇蹟回家 還有黃金懸案的兇嫌 終究被逮 某些那究竟是存不存在 或許都在一念之間而已 就像有一間廟 收容了弱難神明 在幫他們搬家時 竟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情 到底怎麼回事 我是洪淑芬 我們下週見 老師在跟我們談話 在這邊談 然後這個桌子 就是這張桌子 兩張 當時有放兩張 那中間這一張就在這裡 那我們上面就是放了一些物品 礦泉水 有被嚇到 就說怎麼會這個樣子 當時旁邊的師傅正在念經 沒有人的角落卻突然翻桌 回到事發前一分鐘 透過鏡頭看到 兩張桌子確實還靠著牆壁 桌上也沒有擺很多東西 看來沒有遺狀 就在一分鐘後 桌面突然傾倒 地下支撐的支架 也瞬間騰到右邊 林姐不願意離開的鬼啊 魔啊 然後驚怪啊 他們就翻了這張桌子 真的是住在 弱難神像的鬼魂在搗亂嗎 公主一家人被嚇了一大跳 助身與弱難神像間 兩股五行的力量 也在上演拉鋸掌嗎 神的部分一定是 不要讓他們住這裡啊 然後鬼的部分當然就是說 他們要住在這裡啊 他們就在吵架 很靈界他就會覺得 你為什麼要把我房子拆掉 可是他跟我吵架 沒辦法吵啊 反正我就不理他嘛 但是他就會上了家人的聲啊 難道是房子被篩 引來怨恨 而早在前一天 就發生了不水中的現象 原本好好的洗手台卻 工人來這邊用個廁所而已 他水龍口一打開 就裂成這樣子 他們覺得 如果把那個浴缸敲掉 或是洗手台敲掉 就會嚇人 那媽媽會不會覺得說 神在神氣